Hello,欢迎来到99TV苗知识,我是Joey 最近元宇宙概念吵得非常夯 只要有张片的股票都会大涨 相信也有很多人都在期待着元宇宙的到来 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 我想很多人都会沉迷其中 就像当年互联网诞生一样 这会让人类世界跨上另一个平台 对于这个幻想 人类早在1990年就开始了假想 这本Snow Crush的小说是最早提及 应该说是创造了这个词汇 当然也有大量影视作品提起到元宇宙 那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骇客任务 当时香港一名是22世纪杀人网路 这个故事应该就是在元宇宙上 虚拟了一个1999年的人类世界的故事 其实当时已经是2199年了 最近因元宇宙乐潮 骇客任务4就要来了 当然我们现在讲元宇宙 只是骇客任务中的初级阶段 在骇客任务中的人类 已经完全与电脑连接 电脑创造出虚拟城市世界母体 所有人借有神经连接的连接器 使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心理等讯号与母体世界同步 让你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 我们小时候互联网诞生 但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 无法离开网路 那么如果元宇宙的诞生 2、30年后 我们会不会真的进入骇客任务世界呢 毕竟马斯克已经可以将晶片直录出的大脑中 也就是说 骇客任务的世界可能距离我们不会太远 如果觉得这些也太科幻了 那么另一部电影可能更贴近现实一些 那就是一起玩家 戴上面部侦测器 身穿感应服装 脚踩专门VR行走机 再戴上VR眼镜 你就可以进入沉浸式游戏之中 可是这仅仅是VR游戏 和现在说的元宇宙还有一些不同 没错 就在2010年 当时有一项技术就犹如现在元宇宙一样 那就是3D显示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声音上很早就已经实现了立体声 甚至环老声 可是我们的视觉还依然停留在平面 所以3D显示成为了人们的追求 3D显示可以让人们看到立体的画面 更加身临其境 好比电影中的子弹会飞出荧幕 还记得当时所有电视都要配备3D功能 不然就卖不起价钱 不过这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的技术 大部分都需要佩戴3D眼镜才能看到3D节目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想体验3D画面 但是3D眼镜戴久了会带来不适感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研发裸眼3D技术 也就是不用佩戴眼镜 就可以实现3D画面的技术 当时大家都认为3D是未来 所以在大家尽力研发下 裸眼屏幕终于诞生了 甚至应用在了手机之上 我当年也买了裸眼3D的手机 游戏机等 不过3D技术依然有着致命缺点 就是观看视角十分局限 如果角度不正会出现重影 当然最重要的是 3D影片的清晰度不如2D荧幕 随着4K HDR技术的到来 使得彻底抛弃了3D技术 2014年VR技术敲烂走路大家眼帘 VR技术就是让游戏之后 可以生灵起青的大门 当时很多人预计 游戏的未来就是VR 可是由于VR技术无法普及 不但是VR设备太重 配备不适 而且机械也过于繁琐 很多清明价产品 更像是眼前覆盖了一层纱一般 画质极其糟糕 最后很多人都使用了手机体验VR 使用最多的也不是游戏 而是用来看成人影片 但是由于设备配备问题 VR成人影片也逐渐没有了市场 接下来就是MR技术 VR仅仅用在游戏 而MR不同 它可以结合真实与虚拟世界 创造了新的环境和可视化 就像当时Google推出的谷歌眼镜 和微卵推出的Hollens 这些产品一度让人认为 是电脑和手机的未来 不过他们连走向市场的机会都没有 仅仅有针对企业的测试版本 当然我没有使用过MR产品 但是我也能猜测到 其实混合显示效果 并不像宣传中那么理想 所以不了了之 那么是不是这次的元宇宙 也会最终失败呢 并不一定哦 元宇宙与上述的技术不同 它不是一个技术 而是一个概念 它需要用到3D技术 VRMR技术 甚至还要用上区块链等技术 重点是 元宇宙不是专为游戏打造的 也就是说 它不仅仅是用来娱乐 而是可以在其中上班或者做生意 变成了你工作的一部分 相信通过这次疫情之后 会彻底改变人类的习惯 Stay Home的理念越来越被接受 未来的写字楼会逐渐消失 大家都会在家里办公 现在研究发现 Stay Home之后 人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因为你尽快做完手头的工作 剩下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的了 又省去上班路上的时间 这是一个双赢的模式 之前那些公务员 都是想尽方法 把一小时可以完成的工作 拖延到八个小时做完 因为就算你早做完了 依然还是上班时间 你没事干的话 老板反而会觉得你在偷懒 所以这就形成了元宇宙的土懒 那元宇宙与现在的摄像会议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都是用Zoom这种APP来进行摄像会议的 但是上线的人多会造成卡顿 而且看不到大家的肢体语言 元宇宙就不同 它等于进入了一个游戏之中 这样不用频繁传输影像数据 所以会比较流畅 而且可以用自己的虚拟形象进入 就如同大家真的在一起聚会一般 同样你可以在元宇宙上面开店 这比你在网络购物体验一定要好 因为不仅仅可以看到图片 还可以亲自体验 譬如说电子产品 可以各种角度仔细研究 或者新出的汽车 可以在元宇宙中试驾等等 当然就像互联网出现一样 也一定会产生元宇宙的恋爱 婚姻 甚至购买虚拟房产 所以元宇宙可以说是 带动了上面那些失败的技术 让它们重新发亮 不过这距离我们想象中的元宇宙 还很遥远 因为这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当然对于元宇宙最大的问题就是 设备的便捷性 长时间佩戴还可以保持舒适 最好是无限的 那更重要的就是价格 价格一定要亲民 这样才能普及 同时显示效果也要有所保证 如果太模糊 我想大家体验之后就不会再想使用了吧 接下来就是一些周边设备 例如触感手套 VR步行机等等 貌似逐渐向一级玩家的情节靠拢了 当然最好产品可以做得更方便 如果用家觉得是雷坠的话 很可能就会沦落成你家的吃灰产品了 现在元宇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概念 具体如何执行还没有定论 现在各个公司都在研发自己的元宇宙 估计等待实际成熟 就会将这些分散的元宇宙创联在一起 形成一个元宇宙的平台 而这个平台必须是去中心化的 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控制它 所以一定需要使用区块链技术 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 VR或者MR的佩戴问题 如何可以更轻巧更少的连接线 布兰恐怕无法让能持久的沉迷其中 我想如果发展到像骇客任务中的世界 我可能没有机会见到了 但是如果元宇宙成功实现 那么能类将会进入宅宅时代 大部分人都宅在家 即使朋友聚会也都会在元宇宙中 那么能类会不会越来越少 最终走向灭丸呢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 然后分享这个影片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